唐嫣罗进再次同台,唐嫣一句话暴露已分手!网友,闹别扭了! 说到唐嫣和罗进这对情侣,自打公布恋行以来呀,就一直是娱乐圈的焦点,甚至被称为模范情侣然而只是一段时间的甜蜜,之后两人忙着拍摄很少有互动,让网友们议论纷纷。 近日许久不见同台的合体情侣唐嫣罗进出现在北京卫视活动,然而两人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恩爱互动,网友们也纷纷看出有些不对劲,两人在节目上全程目光没有交流,难道是闹别扭了? 当天唐嫣穿着一身黄底花纹短裙,大袖眉腿,头发撩翼旁有些小性感,当主持人要唐嫣向大家问好下,唐嫣就温柔地对大家说了声好久不见。 然而轮到罗进时,罗进犹豫了两三秒也只是简单地来了句今天见了,似乎隔着观众相互久违地问好,面对这么古怪的打招呼方式,网友也纷纷猜想,两人是否真的分手了。 然而有网友翻开两人当时的微博,互动的消息也是停留在今年上半年前重视处于疾病、灾祸、战役中的急难儿童,之后罗进五月份在微博上发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,一人疑世界那是就有网友传言两人分手了。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你们公布在一起的那天,我开心了好久。千万不要分手。 还有网友表示,唐嫣不爱罗进有没有。 唐嫣和罗进这队经历了这么多才在一起的,并且两人很般配,男才女貌的,罗进帅气又会照顾人,娱乐圈像唐堂这样的女神也没几个。 其实一句好久不见也说明不了两人已经分手了。 近日有网友放出一组照片,唐嫣和罗进在那里有说有笑。 看起来非常的亲密,完全不像是一对要分手的情侣。 而对于传言分手的网友们,只能说是你们多想了,最后我们还是祝福唐嫣和罗进早日结婚,看着唐嫣幸福我们也开心。 放弃该放弃的是无奈,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,不放弃该放弃的是无知,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。